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7月28日 我是果鲁 欢迎收看香港国际旅游台走出逆境 今天我们有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今天早上在东京奥运 香港游泳代表队何思佩 在这个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 拿了第二名 历史性地帮香港在游泳比赛拿了一片银牌 何思佩还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 他用了1分53秒92 比原本纪录的时间快了足足0秒65 关于何思佩这条美人鱼 你又知道多少呢?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何思佩在香港出生 是一位爱尔兰和香港混血儿 何思佩四岁开始参加训练班 六岁接受港队的训练 他一步一步来成为香港游泳主力的选手 虽然是一名鬼妹仔 何思佩在香港接受中小学的教育 先后是圣保禄的天主教小学 和圣保禄中学毕业 所以他的广东话是哩哩声的 他每次与传媒做访问的时候 都是用广东话对答的 除了游泳、顶呱呱之外 何思佩也是一名学霸 成绩非常好 他在中学文贫史 DSE的时候 七科一共拿了35分 其中最劲的是通识、英文和中文 之后他去了美国的米芝根大学 去读这个心理学 究竟何思佩如何兼顾他的学业和游泳比赛呢? 何思佩是一名非常努力的人 他在中学的时期 每天早上五点都坚持起床去练水 所以有时他会在三点起床做功课 之后去游泳练水 练水后 他会去上学 之后科学又急急地去练水 他晚上空余的时间 就会去温泽和练琴 晚上十点左右就睡觉 维持了很多年 明日复明日 所以他19年也曾经接受访问广哥 他那个中学时期其实都挺艰苦的 因为他在学业和游泳那里 两边都想得到好成绩 那顺带一提 何思佩为了应战DSE和钢琴八级考试 他在15年时就要减少游泳训练 他考试完之后 就发觉自己状态都有效果 所以决定一个星期游足七天 练足七天 将所有失去的时间跑回来 所以当年的暑假 他在香港就诞生了第一位A标的游泳 何思佩就是这样游入了2016年里奥奥奥资格 他在2016年的奥奥时 何思佩就以1分56秒91 打破了香港记录 而且成为香港第一个海志生总决赛的榮首 他总决赛时就得到第13名 无缘入这个决赛 但大家开始对这位未来世界级的新星关注了 而且他一夜爆红 2016年奥运完之后 何思佩都继续努力 训练好自己 去迎接其他国际性的游泳比赛 和下一个奥运 但期间他都经历了不少的困扰 在2017年时 何思佩的右脚爭受到这个痛楚困扰 之后还要休养九星期 直到现在 他的痛楚都没有完全康复 在2018年时 他又受到这个割伤困扰 所以被逼要退出这个压运 让自己的身体去康复 休养之后 何思佩在2019年头就重新出发 他在这个美国十大联盟赛事 以这个美国米资金大学队长 独揽了这个五金两银 之后他转战 他这个美国游泳联赛 他拿了两银三桶 之后当年暑假他又回到世界赛 他还打破自己最佳的成绩 用了1分54秒900 拿了第四名 和第三名相差0.2秒 虽然拿了第四名 但他都隔定了何思佩世界级的分量 他那时还说 我下次一定会追回0.2秒 下次是不会输的 这一次的下次就发生了在东京奥运 何思佩用了世界级的时间 1分53秒92 就为香港在奥运游泳比赛 制造了历史的 何思佩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热爱香港的 他一直都代表香港队出赛 问到他为什么不代表这个爱尔兰 他在上阶里奥运的时候都回答了 他说他有这个选择 但他出生在香港 住和生长都在香港 他和香港总是联系着 所以他为了代表香港出赛感到自豪 何思佩最拿手的当然是他200米的自由翁 但其实100米的自由翁也是他的强项 他曾经5次推前100米自由翁的记录 成为这个项目中第三位最快的游戏 何思佩也曾经两次当选了 这个亚洲最佳的女子游戏 何思佩这边银牌 就是香港今届东京奥运第二面奖牌 香港其实在过往的奥运都未试过 在同一届拿到多过一面奖牌 希望来近几天我们有更多历史再被创造 之后何思佩还有其他赛事 大家记住要支持他 我们现在看看香港和世界各地的疫情 今天香港录得一宗输入个案 台湾生增17宗确诊 日本单日确诊个案继续上升 录得7627宗确诊 加拿大疫情升温 生增1155宗确诊 巴西疫情渐渐受控 录得18999宗个案 英国确诊数字有回落 新增22664宗确诊 法国新增超过5万宗确诊 今天走出的疫情就说着这么多 大家记住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拜拜 拜拜